彰化县政府积极推广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在县内各地开办各项乐龄课程 彰化县长青学院的老宝贝们 也特别将学习成果 搬到彰化县政府的中庭来展现 从静泰展到东泰展应有尽有 连续三天不间断 展现他们的热情跟活力 阿妈们深情款款 唱着经典老歌 那洪亮的歌声可一点都不输给年轻人 现场除了阿妈们展现歌喉以外 还有着他们在热灵课程中所学习的成果 像是阿妈亲手用一针一线缝出来的生活用品 都相当细致 眼前所看见的阿公阿妈 平时都有参加彰化县长青学院 也特别将学习成果搬到彰化县政府的中庭来展现 从静泰展到东泰展应有尽有 连续三天不间断展现他们的热情与活力 那有会话班 书法班以及英语班 那还有才艺班 所以每一个学员来参加我们长青学院的学程 发挥他们的创意 也发挥他们的才能 才艺 那最主要还是让这些长辈能够过团体的生活 也能够维持人际的关系 让他们能够生活的很有意义 我们有静泰展 等一下可以看到很多国画 还有现场很多这些大哥大姐们在那边会好 然后我们的动态展有很多的表演 然后可以看到这些长辈们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 落实长照政策时 要如何让银法族活得开心 活得健康是一大重点 展望县政府积极推广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在县内各地开办各项热灵课程 而彰化县长青学院 不仅提供长辈一个终身学习的场所 更是他们生活上的一大寄托 借银轩彰化县场报道